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好人有好报 两个饥饿的小孩去买吃的 却没带够零钱 他们能否如愿买到食物呢 第一家店 他们要了一小份奶昔 奶昔需要3块6毛5 而不是1块6 纵使面对小女孩渴望的延伸 她却没有丝毫犹豫就拒绝了 来到第二家店 小女孩要了一个冰淇淋 她拿出一把硬币 问道这些够吗 大姐数了一下 摇摇头 显然是不够的 价格是3块5 而这些硬币加起来才不到1块钱 你们没钱了吗 大姐问道 没事拿去吧 小女孩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冰淇淋 过了一会儿 她俩又来到这家店 递给刚刚的大姐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谢谢你的好心 并附上了100美元 大姐吃惊地招大了 她再次确认后收下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她表示十分感动 两人暖心的礼物让她忍不住想哭 来到第三家店 小男孩开门见山 大姐沉默了几秒 脸色虽不好看 却还是给孩子递上了食物 过了一会儿 他们同样递给她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 日行一善 好运自来 同样附上了100美元 大姐吃惊得到 最后她开心地拥抱了两人 我提一杯啊 孩子渴望填饱度 试问店员可相助 只为几两岁因故 不知好心终不负 我是爆牙 喜欢的关个柱 谢谢